是討伐戰我們的特斯拉 然後以及他可以換的一王一王 要跟大家做個介紹 以及我個人推薦的排行啦 我排行的話比較高的是我們天馬座 對,我給他算是這裡面的第一名 然後再來第二名的話是我們的特斯拉 對,然後第三名的話是果凍 對,那果凍這個應該看著 這個很明顯吧,這長得像果凍這樣子 然後第四個是我們的塔維爾 好,為什麼我給天馬座算是第一名 是因為說他其實在獸隊裡面的攻擊力1700算高 然後配合他八倍的界王拳 他算是一個真的還不錯的增傷 可是他的缺點也是非常的明顯 每回合會扣除20%的總生命力 而且是每回合都會一直扣一直扣一直扣 所以這個變成說 他給隊伍的 應該說他這個能力給隊伍其實沒有到很危險 也不會妨礙你轉租 但是給隊伍的壓力非常的大 所以等於說,如果你很了解關卡 或者是你劇本都想好的話 你用他應該是沒有什麼問題 對,但是如果你處於一個 計畫趕不上變化 突然下一關來一個先攻 你也不知道 你可能就會弄 就會變成說你整場都很有壓力 用不好這樣子 對,所以變成說 他的優點跟缺點是這樣子 但是跟其他比起來 我覺得這張卡算是還不錯 而且推薦給最近的一些 如果你受對增傷隊員沒有那麼多 你可以拿來帶這樣子 好,那再來第二個推薦是我們的特斯啦 其實這張卡在 他是屬於光機械族嘛 但是光機械族在現在沒有一個比較 正規的全光機械的隊長 所以變成說他的移動的6個轉強 光強的話我覺得是比較 現在比較拍不上用場啦 然後一回合控場以及1.5倍 就算是一個比較...就是 一點點的能力都有都有都有 但是沒有一個比較特別的突出 啊,比較推薦刷石 因為畢竟他是屬於新卡片 啊,可以拿來當作一張收藏 對,然後以及甚至說未來等到一個隊長 他應該就是可以拿來入隊這樣子 對 好,那再來的話推薦的是果凍 那果凍的話 其實開始他的倍率有點就不太夠了 對,他1.5倍 比剛剛的那種天馬座 就是真的要說的話 他的增幅還要低 然後只有3回合 他只有在水屬性的妖精的時候 才會額外 額外再多1.5等於2.25嘛 對,然後他說如果你發動技能的時候 生命力如果沒有全滿 每回合會恢復8000的生命力 對,他這個其實在於一些關卡 算是還不錯的 甚至說有些關卡 他真正實用不是恢復說 欸,你的恢復力怎樣 而是說如果你那場 那個關卡是恢復力變0 我還可以靠這種方式 這種手段來做補血算是還不錯 只是他恢復8000拿來當作一般的隊員 應該是 還是很少啦 現在血隨便都是上看2萬3萬 你8000基本上我覺得還是有點不太夠 可能那對於全妖精 水全妖精的隊伍來講 那個8000可能算是補蠻多的 對,所以其實這個 這個其實現在來講 就看隊伍啦 只是現在我覺得 水妖精的隊伍就 大家第一個想到應該就死車局吧 除此之外應該就比較少能夠 能夠去練這張 但是如果你有的話 也可以刷了這張來當隊員 然後再來 最後一張是我們的 塔維爾 對,這張我也沒有練 那個是桃花戰換的 所以有練 對,他這張卡片他說 就是說個人2倍攻擊力以及光屬性追打 就是追打光屬性一次以及自身2倍 對,他雖然是一個常駐增傷 他持續的條件非常的容易 但是他所帶的效益 在現在來講是我覺得 不夠的,對 因為他自身2倍再追打一次 等於說 他算是額外多追打3下那種感覺吧 因為你自身1倍不算 算是 自己的2倍只算一下 然後光的話算是那個2下 所以我覺得他 講白一點算是 額外再追打3下 我覺得追打3下來講 現在 就有點弱啦 老實講是這樣子 所以就 不推 不是啦,如果你是中階段 帳號卡片比較多的話 其實這張 可有可無 老實講是這樣子 如果你是剛加入的新手的話 其實也可以 打一張來當作 佳姐用的隊員 對 好,這是這次我們桃花戰的介紹 所以我比較推薦的是我的天馬座 對,然後另外再跟大家講一下 天馬座還有一個被動 就是當你全部都是暗屬性獸隊的時候 恢復力會再提高1.5倍 但是目前來看好像要組全暗的獸是比較少的狀況 對,因為現在獸隊比較偏雜色的玩法 對,但是就 不是說這張最強啦 這四張裡面比起來 我覺得這張卡還比較實用這樣子 好,那影片就先到這邊 今天謝謝大家收看 掰掰